老闆娘穿著黑色迷你短裙 手提好幾袋的啤酒和飲料 爬上施工中的樓梯 穿過鋼條和白方的木板 看起來相當熟練 但沒戴安全帽相當危險 你這樣不會很辛苦 爬那麼高 雜貨店老闆娘就這樣 每天開著再買菸酒 跟飲料的小貨車到工底都售 平均一天可以有 一萬多塊錢的營業額 老闆透露 剛開始是因為有工人叫外送 發現了商機所在 乾脆主動出擊 前後在工地做生意 長達三年之久 從塑膠袋當中 可以看到啤酒和酒精類的 提神飲料 但工人強調 這些他們都不敢買 只買茶飲 老闆 你的綠茶 綠茶比較多 方便是方便 還不夠 在販賣商品的部分 其實只要在工地的管理部分 允許的話 是一般是沒有問題的 在飲酒 酒精的部分的話 一般的所有的工地都是禁止的 勞工安全衛生守則當中 工人在上班前或是工作中 嚴禁喝酒 以及濫用有害身心 繞亂精神的藥物 否則雇主將被開罰 小蜜蜂雜貨車辛苦趴趴燥 賣力賺錢 給工人方便 但可記得戴上安全帽 別將自己置身於危險境地 還影響工地的失作安全 記者陳墨輝 曾宇欣綜合報導